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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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周末真的是太舒服了 一年一度可能在德州休斯顿 最舒服的季节终于开始了 这几天呢 我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都有衷的感觉 哎呀 这个气温 如果能够经常保持这个温度 我们这里真的是可以和这个夏威夷去媲美了 难得的是这样的一个好天气 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一段时间 基本上 每年休斯顿在冬季 寒流没有到来之前 都是一段最舒服的日子 而且我们这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呢 也会发现后院里久违的玫瑰花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很多 夏天已经不开的花 这些天都已经土路芬芳了 连我这个复花的杜鹃啊 这两天我看也开始星星点点的开花了 还有很多的菊花都是含苞待放 只要这个寒流啊 不会过早的到来的话 这个初冬的休斯顿 可以说还可以有一次繁花似锦 好吧 那么分享了这个好天气 其实也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周末啊 不要辜负好青春和好天气 在我们还走得动啊 走得了的时候 多出去看看走走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 而且德州的这种温暖舒适 我们天天生活在这儿的人 可能没有直接的感觉 其实我们这儿属于湿度比较高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此时出门去旅行 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刻 我几个闺蜜呢 这两天都四处纷飞在旅游啊 然后我们自己在群里面 经常会问怎么样啊 欧洲玩的怎么样啊 哪玩的怎么样啊 景色是挺美 那还真冷 看他们穿个什么什么棉服 然后呢这个秋叶在有的地方 已经是红色黄色的都有颜色了 那基本上有这种秋色去看的地方 都属于比较冷的 就是你有漂亮的景色 看那气温是真冷啊 然后就说 哎呀 咱们猴子屯待久了的人啊 真是不适合寒冷的地方 哎 这个一到特别冷 或者是特别干燥的地方 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这就是可能在德州待久了的人 都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地方的原因吧 那么在休斯顿在德州呢 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啊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华裔生活在这里 那么在很多从有中国大陆过来的 有香港台湾过来的 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这个华裔二代移民过来的 总之呢 这个各种各样的地方 或者是一个生存的现状 那我们来到美国到德州的这片土地 无非都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 或者是更舒适的生活 可是这个最近我们就发现啊 有一些人虽然人是生活在美国了 但是很多生活的习惯 还是前半生积累的一些生活习惯 还是无法改掉 饮食习惯就无所谓了 我们有好吃的中国城 可是呢 你知道这个 有一个吃冰榔的这个坏习惯啊 一旦你要是年轻的时候 曾经吃惯了 你就似乎是很难再把它放弃了 那么前不久呢 就刚刚有一个36岁的年轻的歌手 他就得了口腔癌之后丧生 这件事情呢 在华人媒体上也是上了热搜 那么年纪轻轻 30多岁又是有歌唱的天赋 就被口腔癌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那么他在得了癌症之后 在后期的治疗过程当中 由于一直在网络上和大家分享他的经历 所以呢 他的离世也是震动了很多的人 同时也让我们再次去关注到了一个 这个可能在华人世界里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槟榔 槟榔这个东西呢 很多从台湾来的人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还有中国的一些南方人 也经常有教食槟榔的习惯 这个以前不觉得是个事 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小食品吗 就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我吃过这个槟榔 我呢是无意中吃到过一个 类似于槟榔做的果干啊 还是糖 就类似于糖的那种东西 哇天哪 人和人不一样啊 我属于身体健康 但是非常敏感的人 就是我吃一点药都会非常管用 所以我吃一点什么 这个感冒药也非常管用 吃一点这槟榔 哇瞬间啊 我印象中就是就像喝了酒一样的感觉 满脸发红啊发胀 然后这个口腔和嘴 整个这个嗓子这个部位 我觉得就就好像麻木了一样 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话都要讲不出来了 呃 那个东西其实是我 我真讲我这个人属于好奇心害死猫 有时候就是好奇 哎这个这个槟榔 从来没吃过 哎总是要尝一下 哎 所以呢 当然毒品我是肯定不会尝 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尝 但是槟榔呢 大家的印象中就是 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一个小食品 感觉就是我没有尝它以前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那种啊 我们吃个什么那个硬子啊 化煤啊 感觉跟这个东西没什么两样 所以呢 我吃了之后 当时的感觉就是 赶紧就吐出来 然后呢 就就觉得头晕目眩的 然后就赶紧喝水啊 冲啊 就是然后就就这个 这个面红耳吃啊 头晕目眩的 那么那么一会儿 就那么一块小小的冰榔 哎呦天呐 这这一辈子记忆犹新 所以打死我再也不会尝试 这个东西了 那么对于这个 有一些人从小就吃冰榔的人呢 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是呢 他就觉得 哎 变成非常享受的一件事了 嗯 那么大家可能会奇怪了说 哎 为什么以前这个冰榔 按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这个国人有吃他的习惯 那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多 什么什么口腔癌的这个事件呢 这个事件可能要归功于 现代人的这个寿命越来越长了 你想中国以前都有句古话 叫做人生七十古来西 那个时候就是说 一个人活到七十岁 都是很少见的了 就不容易的 现在七十岁 八十岁都非常非常正常 大部分的人就是如果没有特殊的疾病 你觉得 活到八十岁不是什么稀奇事啊 九十多的就也很多 那么 随着寿命的延长 那么这个嚼槟榔的后遗症 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就会产生口相爱 那么以前的早些年 那时候人寿命本身就短 所以你嚼嚼槟榔 也是个走 然后呢 他不嚼槟榔 他寿命也是短 那时候也是个走 所以就还没有发生的 这个癌变的地步的时候 可能就其他的疾病 各种各样的原因就走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没有一个相关的数据 知道这个槟榔的后果 那么很多人得了口腔癌之后啊 先妻为了保住性命 就会把下巴呀 和半张脸啊 小半张脸都会被医生切掉 那你想想看啊 这个脸被切掉了 这天天这日子过的是多苦 我们就讲都没脸见人啊 你这个这个遮没遮 眼没眼的地方走出来 你不像身体啊 什么烫伤了 断一条腿啊 装个假只 这个衣服一穿上 你最起码在外边 不会看着那么显眼 可是这个脸啊 就这个要切掉半边 或者是烫伤 这就跟这个毁容式 是几乎是一个样子 他在承受身体的痛苦的时候 还要承受很大的 这个精神的痛苦 那么在这个007 大破天木杀鸡里面 有个特工的情况是这样 为了避免被俘虏 他嚼碎了嘴里藏的 一个剧毒的胶囊 结果呢 人没死 反而被毒药 腐蚀掉大半边脸 最后不得不做了一个 钛合金的假下巴 就变成那个看上去 这个有点像外星人的 那个感觉 当时你会觉得 这些危险 大概只存在于电影当中吧 可是现实当中 随着这个人的寿命的延长 以及槟榔造成的 这个口腔癌的数量 越来越多 现实当中 由于得了口腔癌 被进行了割脸 这样做一个脸部的 这个手术的人 是越来越多 那么由于 患了 罹患了口腔癌之后 肿瘤组织侵犯了 面部牙床 还有下颌骨 所以不得不做手术 为了保命呢 就把这个脸部和下颌的 一些部位就切除了 有的人呢 情况比较轻啊 只有面部的组织被侵犯 那有的人比较严重 从牙齿下巴 都被了这个 癌细胞侵蚀 那么最严重的时候 有的患者 还要切掉部分舌头 甚至是喉咙 然后呢 再从大腿中 割下一些肌肉 填回到口腔里 哎呀 可是这个外科医生的技术 再高明 这甜甜补补 这跟这个缝补丁一样 缝回来的 这个恢复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 能不能恢复你正常的 一个口腔的功能 大家别忘了 这个脸被手术切掉以后 不光是能不能看的问题 我们这一张嘴太重要了 除了用说话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口腹之余 都在这个嘴啊 一旦得了这个口腔癌 做了相关的手术之后 你可能连吃东西都没法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呀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我们就讲说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这冰狼已经被正式和口腔癌 有密切的关系 可是它还被当成是一个零食 当成一个可以流通的这个食物啊 或者是什么 在市场上去流通 据说当年汉武帝发兵 这个征南南越的时候 士兵就尝试过 那个时候是士兵用冰狼 解决这个部队当中的一些疾病 等到了南北朝呢 冰狼就开始作为贡品 在上层社会当中流通 并且引发了一小当时的风潮 这就有点像中国那个时候清代呀 什么早期那个鸦片是一样 你知道所有这些让人上瘾的东西 冰狼也好 鸦片也好 美国现在这是大麻 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效 相当长的时间呢 这个就是因为冰狼吃起来 也是会让人上瘾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们都把冰狼称为四大男药之一 那么从三国时代以来呢 就很多医书也记载了它有消失啊 去虫啊 除胀的功效 总之呢 在这些古籍当中能够看得到的 有关冰狼的记载 当时还是大部分是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除此之外呢 冰狼果中还有大量的生物件 它在体内水解之后 会和大脑中的某一些受体来结合 就会让人产生这种兴奋愉快的感觉 所以它的作用机制 就跟烟草类的这种让人上瘾的这种东西 是类似的 有的人说初次尝试会不舒服 但适应之后就会逐渐的习惯 并且慢慢的越来越喜欢就成瘾了 除了那个早年时期 就是达官显贵们 非常流行这些冰狼以外呢 当年的嘉庆皇帝 甚至直接把这个冰狼啊 写在折子上 这样的一个预批里边说 为冰狼一项 朕时常服用 每次随供 这个成敬 可以说 这倒不是说 这个当时这个嘉庆皇帝 就能够多长寿 但是可见当时 他们整个这个 从皇帝到大臣们之间 使用这个冰狼 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 那么现代的科学研究 会对这个冰狼里的一些生物碱啊 致癌的物质啊 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但那个时代 古代的那人 整个寿命就很短 所以在他们还没有 发现这个冰狼是会带来 什么口腔癌啊 什么癌症之前 你想的早年得一场肺病啊 赶个冒 咳嗽一下 叫肺牢 没有抗生素 很多人就 就这样离世了 所以 对他们来讲呢 冰狼的什么什么 癌症啊 后作用啊 还没等 看得到 生命就很短暂 就已经消失了 所以这是当年 也包括古籍里 为什么在冰狼的记载上 一直没有很多负面的内容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上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聊聊这个冰狼的这个话题啊 这个冰狼现在刚刚一个36岁的歌手 得了口腔癌去世 那么他就是由于常年这个吃冰狼造成的 那么我们上半节节目介绍了这个冰狼 在古代呢也是一个非常popular 非常普遍的一个食品 甚至在嘉庆皇帝呢 上贡都需要这个各地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贡品 我说过我第一次吃冰狼呢 头晕目线啊 然后脸红这个心跳 然后嘴部都是这种麻痹的一个状况 我是反应非常厉害的 所以赶紧吐出来 再也打死也不会再尝试这东西 但是据说呢 这个东西一开始不舒服 时间久了 据说你就可以接受它了 这就跟喝酒那个酒量一样 慢慢就练出来了 那么现代的人们的寿命 已经是越来越延长了 所以呢 现在社会冰狼的副作用 慢慢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尤其是这个在冰狼的干国比较风靡的像中国的湖南一带 情况就是非常的夸张 以前呢 冰狼熬制的过程会用到石灰水等等这些强碱 再加上粗纤维对口腔黏膜的持久损伤 它的腐蚀刺激性就更严重 那么慢慢呢 这个口腔就是新伤加旧伤 腐蚀呢 加刺激久而久之 口腔的黏膜细胞的癌变啊 就慢慢的这个提上了日程 其实呢 癌细胞在体内可能会 埋藏的十年啊 以上可能才会发病 所以这个冰狼呢 你脚胎不会是马上就得癌症 而是多年以后啊 这个癌细胞在你身体啊 可能免疫力低下呀 有机会的时候 突然就会变成这种几何级数字的增长 发生癌变 早在1992年呢 就有科学家在研究后发现了 冰狼和口腔 磷状细胞癌之间的高度的关联性 那么中国国内的卫生工作者 也之后在湖南啊 湘潭这些地方 发现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口腔癌的发病率 到了2003年 世卫组织更是把它列为了 一级的致癌物 那么这个级别有多夸张呢 你知道吗 这个冰狼 它一级致癌物并列的东西 有黄曲霉素啊 乙泉啊 强无基酸物啊 码豆磷酸啊 各个都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致癌的物质啊 想想这个冰狼现在跟他们是一齐的呀 一级的致癌物啊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一个厉害的致癌物 却是久久的就禁不掉呢 首先这个事情就像烟草一样 大家都知道烟草有害健康 什么什么什么协会 你也可以把这个有害健康啊 什么骷髅头啊 都印在这个烟草的包装盒上 有用吗 该抽烟的人还是抽 他对于这种 说不是毒药我今天吃了 明天就死 马上就出现生命危险的人 他光享受他的益处了 那么对于多年之后累积产生的可能 他们就视而不见啊 很多人 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智啊 很多人在诱惑面前就选择了欺负 那么在湖南的像湘潭啊 他们已经成为一种 好像是这个家族的习惯一样 他们当地人办个寿宴啊 搬家宴啊 婚丧嫁娶啊 各种仪式啊 这冰朗都变成了一个离不开的东西 当地人在婚礼上啊 我们都是什么撒撒洗糖啊 洗烟 在这个湖南湘潭 当地人婚丧喜事还发散装的冰朗 拜年不敢当 进来吃冰朗 有机构估算过 在中国国内目前有六千万人在食用冰朗啊 其中有近一千万人为高频消费者 所以有这么多人捧场 那么就是一颗冰朗卖的再便宜 也是能够创造巨大的利益和税收的巨大市场 这一点跟烟草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创造了巨额的税收和收入 还有各个商人的利益 所以呢 这些计夺利益者就会去游说 这个商家或者是法律的这个制定者啊 希望能够通融 不要把这一块市场给他们关闭 那么从2011年到2018年 中国的冰朗产业的产值 已经从558亿元增长到了781亿元 是以1亿来计算的 如今几年的时间一过 现在呢 可能已经接近了千亿的规模 这牵涉到的利益啊 上上下下啊 还有税收啊 简直是无孔不入啊 那么2013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曾经借着 这个割脸人的热度 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指出冰朗为一级的致癌物 提醒大家要小心 患口腔癌当中 有60%和吃冰朗有关系 有这么一个确切的论据和立场 但是呢 没过几个月 这个居然连当时曾经出面过的专家也改口了 还做了一个澄清的报道 冰朗致癌没有科学依据 冰朗所含致癌物的冰朗碱仅占0.5% 嘿 想想看 这么大的专家都要反转 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暗中使劲 大家想一想都能够知道了 那么很多冰朗的企业还开始在线上线下 在做广告啊 还想着这个大量的铺市场销量更加翻倍呢 那么稍微低调一点的可能会在包装上印有 印上不伤嘴 含枸杞之类的广告词 用养生牌引导消费 那么还有人非常高调 直接开始植入各种综艺节目和影视作品中 最夸张的时候 甚至有企业开始与流量的明星啊 还有这个年轻的一些网红去联系 希望能够打开更多的 未来的年轻人的销路 都说冰朗加烟 法力无边 冰朗旧酒 越喝越有 但是冰朗的成瘾性和资本的结合 才是真正的这个杀手锏 那么根据中国现在的数据能够看到 目前这个和涉足于冰朗的相关企业有1.5万家 这样一个火爆的现象 跟冰朗本身的这个特质有关系 因为所有成瘾性挂钩的生意都是好生意 香烟啊 酒精啊 只要客户够多 客户够磁性啊 那么就等着赚钱 占着交税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么惨痛的后果面前 可是有没有更多的人能够去知道 在现在的社会 在这里面前进行为香烟啊 酒精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这个冰朗 我们到底是应该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 理智的这个管理者 还是说作为一个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以税收和收入为主的商人逐利的目的呢 在过去的12年里 在中国长沙五家医院的口腔癌病例呈现迅速的一个增长的趋势 从2005年的305例增长到2016年的2108例 这个总数已经达到了这个惊人的一个数字 照着这样的一个速度和趋势发展的话 等到不用太久 2030年 向中国的湖南和冰朗相关的口腔癌患者将累计超过30万 在中国大陆可能会超过100万人次 造成严重的医疗负担和很多家庭的破碎 出于这个原因呢 不少地区现在也陆续开始了一些对冰朗的一些禁令 比如在1996年 厦门就颁布了厦门市禁止生产销售和食用冰朗的规定 而在2019年 中国的广电总局也出台了通知 严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 推销冰朗和它的这个制品 那么到了今年 在一些这个梁山离竹自治区啊 还有义务等地 更是接连出手来督促商户们从限定日期起呢 陆续的来下架冰朗的制品啊 可以说在法律法规上应该是又往前走了一步 当然这么做也少不了会激起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声音 以及常年使用冰朗上引的人的一些反对 不管你是为了他好还是怎么样 你不能够让他继续容易的得到这个他们一直依赖的这个能够上瘾的冰朗 他们就会怨声载道至于到底会不会得口腔癌 会不会得癌症 很多对于冰朗上引的人来说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眼前的既得利益 这看了以后真的也是让人非常的心酸啊 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身边和自己的家人 有这个喜欢冰朗的习惯的话 大家还是考虑再三吧 好的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生活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